我妈以前就说过 等你嫁过来以后 对你肯定比对我姐好 你可拉倒吧 这也太假了 我在家不干活 你妈说我懒 你姐在婆家不干活 你妈会说她姑娘赏福 嫁得好 女婿很好 一点活都不让她闺女干 你姐生孩子 你妈在厂房外 坐立不安 我生孩子呢 你妈在厂房外呼呼大睡 都打呼噜了 你姐坐月子呢 你妈会说 一辈子就生那么一个两个孩子 可得好好坐月子 别落下月子病了 我坐月子呢 你妈会说 不用在意 大大咧咧更好 你姐带孩子伺候老人 你妈惦记得三天两头 跑去看看 我带孩子伺候老人呢 你妈觉得 女人不都是这么过来的 你妈怕她女儿受委屈 加倍的对女婿好 把女婿当成贵客 那我受委屈呢 她不管不问 还跟你说 在媳妇面前得树立威信 我带了一天孩子 累得腰痠背腾的 你妈说我矫情 你姐偶尔说句腰疼 你妈会说 赶紧去医院看看 可不能大意了 你姐带孩子回来 你妈告诉你姐 吃凉饭对胃不好 那我呢 从孩子出生 我顿顿吃凉饭吃盛餐 你告诉我 这叫相同对待 所以婆婆就是婆婆 儿媳就是儿媳 我们只要 扮演好自己的角色就好了 不要强行给自己加角色 不要打着爱的名誉去干涉 人和人之间 要有这些感 摆正好自己的位置 尽好本质就好了 有人 老婆 你说的有道理 你说的都对